為何刑棍夢工場的主持 和刑棍夢工場的聽眾 這麼喜歡幫助759的呢? 有VIP卡 老闆帥仔 就腳 我喜歡那種呢? 粟米片 我喜歡鮑魚 我喜歡那些日本大鮑米 和那些日本長毛鞋 Pelegrino 芝士 日本牛魚 整條的黑毛腿 最重要是買糖哄女 每次都是 哄女當然是買朱古力 零食 不是買一大袋零食 因為你有折是便宜很多 有折便宜很多 我上次買90元 但最後收60元 服務態度呢? 起碼給我們好先 最重要的是什麼? 不說髒話 我家樓下有兩間 我家樓下有兩間 樓下 作為旺角之友已經有兩間 有些是買化妝品的 有 有買化妝品 我幫襯過 那你比較漂亮 我那天是穿黑衣紅鞋 松磁 不是松磁紅 Sorry 紅本紅 紅本紅膠布 我看見黑衣紅鞋 我買紅本紅膠布 配襯 不是759 有很多年輕人去 759 已經是潮流 年輕人必去的地方 難道你 迎軍 必去 759 Hello 大家好 我是萬二汶 你們現在收聽的是 234 Channel 主要的職業就是別人的老婆 我拍攤副業就是演戲 就是這樣 以下樂容 純屬嘉賓主持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事 歡迎大家回來 伊詩伊時 今天比較寂寞 我的意思是少遠寺 我是不寂寞 因為 明伊詩今天不在 只有我和Steven 我們客席的伊詩 Steven已經來了很多次 上集也有你在 我們上集說中西伊 這集我們就從中西伊引伸了一個比較獨特的話題 我們剛才也談開 因為我們之前中伊都經常說陰陽 陰陽這件事大家的理解就是陰和陽 陰和陽 對 還有理解的陰陽就是懸華 功夫裏面的打太極的那個男人 陽過 大家對陰陽的認知很容易就是太極 因為張三峰是太深入問心 但在武學上可能對陰陽會很有理解 其實中伊在陰陽的調和是很重要的 陰陽不協調是很慘的 所以九叔經常採陰保陽的原因 很多男士都說要採陰保陽 甚至乎我們見到身邊的女性朋友很乾 我們都會採陰保陰 因為一個人太側重在一邊 是會乾的 這些我們只是開玩笑 但實際上在中伊的角度其實陰陽很重要 陰陽原來在我的理解就是陰陽 就等於一個硬幣 假設只有兩面 公和治 但原來 今天真是掌知識 各位 陰陽是不止兩面的 以及直接令我理解到一個新的東西 讓Steven自己說 這件事應該要怎樣說 究竟學問是怎樣開始 先說這件事 大家也知道中伊有多千年的歷史 有五千零就一定有水份 正統來說應該是大概二千多年的歷史 究竟中伊這件事一開始是怎樣 其實所有的學問都是由學問開始 就是學識問 但你怎樣學識問呢 就是由觀察開始 剛剛Sam哥也說了一個很確實的例子 就是學武功是由素地開始學起 為什麼由素地開始學起 就是你學會怎樣觀察 我們中伊最舊的那一套 其實觀察到的就是陰陽 那個地方就是陰陽開始 就是一個小銀子有兩面的 這個就是大家都知道 有兩面 兩面就是陰陽 但是其實呢 你如果沒有那個小銀子 其實是沒有陰陽的 其實你自己的小銀子 再配合它的正反兩面 才是真正的陰陽 就是中伊裡面的陰陽 不是經常都是一種的 它是變換的 它是會不停一路在轉的 所以為什麼道家裡有個理論 叫做無生有 有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才是推廣到萬物 這個也是貼合 現在物理學霍金提出的那個 宇宙大爆炸論 就是你不要管宇宙在爆炸之前那一刻是什麼 總之它就沒有 忽然間有 有然後就爆炸 那其實那個就是陰陽 所以原來你要計算是事物的本身 事物的本身 正等於體育部團 雷海恩的人體爆炸 對 你如果沒有那個雷海恩 你沒有雷海恩沒有爆炸 沒有爆炸 爆炸都有一分陰陽 對 首先就是這件事 所以原來 對 你要知道事物的本身 即是它的根源 你才可以擴展它去繼續研究 然後就非常好玩的數學 不停地承上去 以中醫我做了那麼多集 叫做有些皮毛 即是怎樣 五臟六腑這樣 又分上中下三節 然後怎樣承來承去 其實你是可以發現到是無窮無盡 其實那個就是數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逆經這件事 或者逆學的節目 逆學的節目 逆學的節目就是由陰陽開始講起 首先是將事物分了陰陽 當然是陰陽 然後就是分成 陰陽 然後再分成三隻牛 八卦 八卦就是由三條線組成的 然後這三條線再成上去 有六條線 變成六十四個卦 六十四個卦 裡面又分成三百六十英總 那就是代表一件事 其實它可以有三百幾種不同的發展方向 我們中醫就是將世界上所有的東西 都推到最簡單 然後再由最簡單 去解釋世界上所有的萬物 為什麼我們中醫其實是不治病的 我們是治人的 因為病的變化有千千萬萬種 但是疾病的發生 如果你沒有那個人 就不會有病 所以有那個事物本身 就是病人 才能夠產生出陰陽出來 人在大自然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為什麼人是需要吃東西 為什麼需要排泄呢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人是需要吃東西 為什麼需要排泄 也是平衡 但其實在我們中醫的角度來說 人吃東西就是用天地間的氣 去補充自己的靈魂 然後他把不要的東西排出去 但排出去不要的東西 其實你又回饋給大自然 這個就是一個 在中醫的角度來說 其實就是把陽變成陰 把陽變成陽 所以其實中醫的陰陽 永遠都是不停轉來轉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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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們中醫會用中藥去治病 就是人的病是怎樣來的 人的病就是因為你吃錯東西 多數是吃錯東西 但是因為一件事有兩面 你吃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證明這個世界上有些好的東西 那你既然是由不好的東西 導致你發生一些不好的東西 那你找一些好的東西 吃回來 你就平衡了那個不好的東西 變成好的東西 是的 所以我經常都 你一講到陰陽 任何人跟我講到這些道理 我都是想起22世紀散播 這部電影只差一點成為經典 最差的是第三集拍到想扮星球大戰 第一集是開得很好 把人類變成電池 然後就因為預算大 就開始搞飛車 搞動作 但其實原理是很好的 就是等於你有壞的program在裡面 你就需要有好的program 就是等於剛才我說 當你縮回到地球的一個人體 我們就等於細菌 我們不是叫病毒 那部電影形容人類是病毒 我們就形容自己應該是細菌 因為細菌是有好有壞的 那你好的就在做好事 但是剛才我們都說的 所謂的萬象更新 其實都前設是要破壞在先 譬如我要建一條路 我一定要剷樹 我一定要剷樹 但剷樹是不是那些樹沒有用 又未必 你如果落在對的人手上 可能那些樹又會變成紙 紙就會變成書 書又會變成學問 你又可以繼續延伸下去 但是原來有些人不是的 為了動土 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那這些就是壞的細菌 但是原來你每一件事都可以有很壞 然後就看看你好的比份 和壞的比份哪樣多 然後就開始令你的地球 或者我們人的身體 就開始有偏差了 做得好的事多 你可能偏好 那你做得不好的事便偏差 好像原理縮回去最簡單的概念 應該是這樣 就是那句叫做 蔡翁失馬燕之飛福 蔡翁得馬燕之飛和 就是好的事永遠都是伴隨之不好的事發生 不好的事其實會導致好的事發生 所以等於玩轉老朋友一樣 你不能夠 如果這部電影只有阿樂的話 我會瘋了 我是接受不了這麼hyper的人 你是否有一個satness 阿仇去平衡回來 那那部電影也告訴你 你因為要有仇 才會有快樂的點 還有你是有仇 才顯得出快樂重要 的珍貴 所以這也是那個平衡 你要有這個對比平衡 你就會開始理解到中醫 去醫人的角度 其實我們看病 就是認為 你就是在陰陽裡面失衡 就是 其實為什麼你的人生裡面 其實你的人體是好地地的 本身你就是吃東西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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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吃東西 就是把天地的氣吸進去 然後轉化成為你發展 可能你變成你的肌肉 可能變成你的關節 可能變成你的器官 那為什麼由一條精蟲 進入了一個卵子 會變成一個BB出來 就是因為你是秉承著某一些的氣 你再推就是地球大爆炸 其實所有的陰陽都是最基本的 你再推到最基本 應該要下次回來 我們試試找霍金一起聊 是嗎 那是不是要我 我會先裝著的 下次回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特別新聞報導 今天在香港出現了一個 自稱是三八線的 資訊娛樂雜誌式的節目 由新意洲講到濟州 由青亞台講到錦秀山 由金正恩講到少女時代 由三星講到勞動新聞 由泡菜講到核彈 由阿里郎講到逆權大狀 新聞報道完畢 三八線 現在開始 但是將軍人一直 這樣 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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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聽的是網台 二三四頻道 我是廖啟智 我做什麼 我是騙人 是嗎 記得要聽 Channel 二三四 大局為中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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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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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陰陽 那陰陽 你一講 我夠膽講所有中國人都不明白 都聽過 那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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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配合 然後再配搭 然後再質疑 或者再差一點的情況 真的去看醫生 這樣才用藥 然後是否 如何在中間拿去平衡呢 其實最初最初中醫 中醫是由食醫開始 最初醫病 其實是用食物去醫 其實雞蛋黃在三國時代是一種藥 雞蛋黃? 雞蛋黃 雞蛋黃是一種藥 雞蛋黃是一種藥 這麼神奇? 我知道可樂曾經是藥創出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剛剛也說過 所謂的陰陽就是這個世界上所有東西都有對立 你為什麼有疾病 你的病一定是天地給你的 亦都因為你自己個人的偏差或陰陽失衡 是導致病 那怎樣令你的陰陽平衡 就是我們終於要做的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小學武俠小說米星常說 被毒蛇咬傷百步之內必有解藥 是啊 我有聽過 雖然我不知道這件事是否正確 如果這件事成立的話 好比一個道理就是告訴你 你聽聽 他的毒性 原來是生存在他的解藥附近 因為你射不同的人 人說要搭飛機我馬上去LA 你射不會的 他的生長的地方 他的鬥 尤其是他終於有整個季節會躲在鬥裡面 你想想 原來他生產的地方 附近就一定是有些可以治到他的東西 是的 這個點是挺個人的 這個也是我們終於相信的 就是你所有的病 其實是由天地的氣給你的 嗯 那你怎樣去平衡天地的氣呢 就是我們終於為何要讀這麼多年的原因 因為我們不只是講陰陽 我們亦都講狀苦 即是我們將人體再細拆 拆原來有深光疲態神 原來是代表金木水火土 那他就是一個整個輪轉的系統 那他其中一部分 即是好像你一個大的機械 其中一個齒輪 彎了 他整個混帳得不準確 即是混帳得不好 不相信 我們中醫的責任就是 去找出究竟是哪一個齒輪 他混帳得不好 然後再用天地的東西 即是自然的東西 為何我們用都是中草藥 不都是合成的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相信 天地給你的病 天地就會給你解藥 所以你將天地的氣引入回去 你調整你自己其中一顆齒輪仔 原來就可以令你整副機械轉化 這個就是中醫用中藥去治病的基本理論 中醫經常說藥食同藥 其實我們的藥本身都是食物來的 只不過我們將某一些的氣 我們挑選它 然後針對某一些問題去處理那個病 為何我們好像有一集說過 中醫最討人家 不是我們學院派的中醫 或者是我自己 就很討人家亂喝涼茶 那些是在我角度裡面 就叫做暴力治病 我就是了 我上次就是中招 前一集 幸好是你識兵醫師 幸好是 立刻刺了八針 然後再開一開胸 嘩 即晚好很多 然後第二天睡醒 還有一點點的 但其實下午之後 自己自然調節就沒事 再休息兩天又可以做運動 是的 所以我們終於相信 人體是有治癒的能力 我們只需要在某一些位置 可以幫助他 可能把潤滑油就可以康復 例如用涼茶來說 我們終於有五個臟虎 有心肝皮肺腎 五個臟虎都可以有熱氣 但是我們清熱的藥 可能有千上百萬種 那怎樣選擇適合的藥 怎樣針對哪一個臟虎去用藥 其實是一件很複雜很難的道理 亦都是為何我們喜歡學陰陽兩個字 要學五年六年 都只能夠摸到那個皮毛 皮毛 亦都是為何西醫或者大眾 這麼難去接受這件事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一心 學完 你才明白了一點點 是 我想原理我理解的 等於如果 譬如你想學廚 是的 最建議你去茶餐廳 是的 飯數多 你明白嗎 然後跟著你才再去選擇 其實現在的餐廳是連點心也有的 你想想廚房多恐怖 什麼都有 蒸爐焗爐煎炒煮炸煮炸煮炸煮什麼都有 理解了 然後選擇自己的路 再去深化 然後你深化到最強的地步 其實就是體統整個 Flu 對 體統整個運作之後 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做 PRESENTATION 等於金融我也覺得很厲害 金融是很理解 我覺得他在他的世界理解一個 他講了道理 但我覺得可以吐落陰陽 應該是平衡 他是一個當代非常偉大的文學家 小說作家 文學大家 一個報業的老闆總舵主 他在他七十多歲的時候 當然有人可以很有霸氣地告訴你 我是金融 但他仍然會乘地鐵 而他乘地鐵下車的時候 他是會走旁邊的 而他說出來的原因就是 因為那些年輕人好趕 我年紀大了 我沒有他們那麼需要在時間上 我可以攤慢我的時間 還有我身體機能也沒有像那群年輕人 那麼靈活活用的時間 所以我盡量走旁邊 讓路給別人 這個對我來說 我當日第一次聽這個訪問的時候 我都很驚訝的 我覺得就是那個人自己的調節 譬如陰陽可以變成強弱 你可以變成很多東西 肥瘦 其實這些都是陰陽 兩個叫做你看到的對立面 一個市民 那它是一個可以很強的人 但是它強到一個地步 就是告訴你 我看通了世界的節奏 而我的人是不停地變成的 等於人的身體也不停地變成的 那我就應該用我自己的節奏 和我自己的 theory 去fit for世界運行 它不需要經常拿著一本六頂計劃 你現在的世界 你看到很多人都經常拿著自己的風高位積 那它去剝大自己 對 剝大自己 它不用的 它不會隨手夾著一本六頂計劃 最後一本著作都要六頂計劃 它不用的 走到旁邊 讓一條路給現在的人 它不會知道現在走很快的 這班年輕人當中 它不是要第二個金融 會不會有第二個人才 這件事我覺得心態調節很重要 我覺得有這種心態的人 就比較容易明白 什麼叫陰陽 現在香港我覺得最難面對的是什麼呢 是兩極 我覺得一點都不陰陽的 你只會有一班極陰和極強的人 你看社會氣氛 對 你看社會氣氛就知道了 一聽到某一些人的名字 就連帶一堆粗口黃飛 要不就一件事發生了 像你所說的 你要有事物才有陰陽 現在的社會失衡 我看到就是 譬如我不讓位是一件事 然後你就會發現 全部側向一邊 就是我不讓位是一件錯的事 對 你就沒有留意陰陽的平衡 其實如果你人本身看事物 沒有陰陽調和的平衡力的話 其實我覺得人也會多病痛 你過分地側重某一邊 你都會 因為我覺得你是通的 正如上集說 雖然沒有科學研究 但我相信你的心情 其實我可以用一個很科學的方式去說 例如我們一聽細菌 細菌就是壞的東西 對嗎 對 細菌就是一個很差勁的事 細菌就會侵佔你的人體 但有沒有想過 如果一個世界沒有細菌 西醫 或者是現在的理論 就是我有一菌 我那個指數一上升 我就一定要斬 一定要排除它 即是關了一塊扭 我一定要鋸掉它 是的 但是其實 你想想 如果你的腸是沒有細菌的話 其實你是不會有消化能力的 是的 所以就是 當你是很追求極端 我一定要完全乾淨的時候 那是不是對你的身體是最好 是的 所以就是中醫看事物 永遠都會看兩面 所以為什麼中醫是很講陰陽 也是為什麼這麼講平衡 就是 其實你和細菌可以共存 是的 中醫醫癌症 原來你是可以和癌共存 是的 這個也是很少人會接受到的 就是我覺得 我這裡突然有個腫瘤 然後我的指數很高 然後西醫就很緊張 或者病人就很緊張 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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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是它已經去到後期 它已經不適合它 但是就是用健康 可能用電療去做 但是中醫醫這件事就是 既然你有東西在 我其實令你的人強 你可以接受到這件事 只是接受到這東西和你一起生長 那就沒事了 是的 其實我覺得 做醫療最重要的是生命的質素 而不是它的長度 所以 例如我就算給你一個癌症後期的人 你插著喉頭可以躺在床上再活多10年 還有你如果健健康康 原來可以跟孫子那些有玩有小 可能我只有三年 我加三年 是不是 你問我我加三年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陰陽 這個就是一個對立 你怎麼看 就是你怎麼看 所以這件事 是的 這件事也直接影響了 你們選取一個治療的手段 因為你剛才說是看病人 你不是看病症 不是病本身 所以用藥有多重要 下一節我們回來看看 看你怎麼用藥 如何調和的陰陽 大家好我是杜汶惠 你在聽的就是234Channel 我老公是一個演員 我夢想自己是一個作家 我現在都出過書 其實為什麼喜歡聽網台呢 我想做網台的人 有一個最大的好處 益處就是 我可以喜歡說什麼都可以的 有什麼好得 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對不對 所以請大家支持一下